歡迎大家來到我們的Mini Talk 今天就會由我,我是Joyce 也是Empower的創辦人 也是簽體教練 跟大家說說今天吃了蛋味 我相信這裡好像有很多朋友 都是我們HP的同學 應該吃蛋都吃不少 所以我們今天都會解構一些迷思 以及究竟怎樣選蛋和怎樣去吃 不過事先聲明我們不是一個營養博 所以不要期待我說很多營養的東西 今天是不會怎樣說營養的 首先第一個迷思就是什麼呢? 雞蛋的膽固醇膏吃少一點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疑問 現在這幾年就開始平板了 大家以前都會想 哇,雞蛋的膽固醇很高 不應該吃這麼多 就算到現在也有很多朋友跟我說 他們是不會吃膽黃的 因為膽固醇膏 好了,這時候我們就看看 原來我們從飲食攝取 我們的膽固醇的來源是兩方面的 一個是飲食攝取 一個是我們自己的身體 原來會做膽固醇出來的 你看到這個圖片也看到了 飲食只有兩成 我們身體會做八成出來 由肝又小腸做出來 不多說到營養上 不過你看到主要引起膽固醇膏的 是飽和脂肪 就是我們很喜歡吃的雞皮 然後可能是五花腩的腩肉 東波肉的肥膏等等 這些飽和脂肪 或者是我們很喜歡吃的條件 炸野、酥皮、蛋撻、波羅蠻 這些飽食脂肪 如果吃的多就是膽固醇膏 你說雞蛋真的不太有關係 所以美國基本上2015年 都出了一個美國民眾善食指南 你會看到 將每星期最多吃三隻雞蛋的建議 或者不多於300毫克的膽固醇剔除了 即是再沒有這個限制 而且大家也知道一件事就是 我們那個雞蛋裡面 我們整天的營一世都有說 有很多卵輪脂 蛋黃特別多卵輪脂 它可以降低低密度的脂肪蛋白 即是降低壞膽固醇 就是載走我們血管 一些不漂亮的膽固醇走 所以雞蛋是可以吃 你說一天可以吃到一兩顆都可以 不過重點就是大家怎樣煮它來吃 你說很怕它膽固醇 如果你用花生油來煮 那是另一件事 另外一個謎思就是 是不是越大顆的蛋越好呢 大家如果出去選雞蛋 可能都會覺得 我可不可以選一些大隻的來吃 好像飽肚一點 尤其是我們行HP的朋友 原來母雞的年齡越大 但是它生產的雞蛋會越來越大顆 你知道人通常越來越年紀大 健康狀況都沒有那麼好 所以如果雞的年紀大 可能健康狀態都沒有那麼好 甚至不容易染病的話 我們都不建議去吃一些很大顆的蛋 最好就找些什麼中小型的蛋 原來安全一些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蛋殼 不如現在問一個問題 大家吃白蛋多還是黃蛋多 還是紅蛋多 在家裡可以給留言給大家看 我家裡是吃白蛋的 我就不知道大家是吃什麼蛋 又或者究竟顏色的不同 是不是有營養的差異 原來是沒有分別的 我看看大家回答什麼 黃蛋比較多 我家裡就吃白雞蛋比較多 你會見到 雞蛋殼的顏色 原來跟雞的軟毛是有關的 如果好像現在圖圖兩隻 一隻是紅一點的 就是紅殼色的 一隻就是黑色的 你會見到生的蛋都是黃色 紅色的 如果是白蛋的時候 它的軟毛是白色 那就是白蛋 所以價值上是不大的 是雞種的問題 另外蛋黃 很多時候覺得 顏色越深 是不是越漂亮呢 湖南蛋還是湖北蛋 是特別深色的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還是肉眼蛋好一點呢 原來我們的蛋黃的顏色 並沒有跟營養有相關的 說它的顏色跟它吃的 因為它的治療很有關係 原來如果裡面的胡蘿白素 更多 尤其是葉黃素更多 它的蛋黃就越深色 如果有些農民 他們就會把胡蘿白素 放進去 它再生出來的蛋 原來再會 乎紅色一點 所以有些養雞 也會說 你想我做什麼顏色的蛋黃都可以 它們只不過在治療做功夫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去想 它是不是越黃呢 它的營養成份越高 就不是取決這一點 但是你可以說 它會不會是自由放養 用有機的方法去治療雞 它可能健康狀況會有些關係 或者它會不會有的治療 特別加上Omega3 這些大家可以看看 它的營養標籤 或者藏商說 如果不是 大家的雞蛋 它的營養成份 無影蛋黃和蛋黃的顏色 如何大小 營養都是差不多的 好了 但怎樣選蛋呢 我相信大家都不用怎樣選 一盒盒的買 但是如果以前小時候 我記得很小時候 媽媽阿婆那些 他們會真的去清蛋來看 我們會看看蛋殼有沒有完整 拿上手是否重 又或者你可以用一盆水 測試一下 一放雞蛋進去 如果它是新鮮的話 它很快就會沉下去 但如果不是的話 它沒有沉得那麼快 另外一件事 就是這個雞蛋的構圖 我們就會看 它的蛋黃 你一打完之後 看看它散不散 如果它是新鮮 應該很結實 如果你說 咦?不是 我一打到蛋也散 可能不是你技術的問題 只不過它的蛋真的不新鮮 另外就是 它是白色一粒粒的 以前小時候 媽媽會叫我撩走它 但原來那個卵系蛋 是會固定蛋黃 如果放久了的蛋 可能會消失了 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留意 另外就是蛋白 以前的人不是會照雞蛋的 那為什麼會照雞蛋呢? 如果新鮮的蛋 它應該的蛋白 好像有些霧氣一樣 會蒙蒙茶茶的 你應該看不到蛋黃 如果你看不到蛋黃的陰影 就是說蛋白 放久了 它的水分開始蒸發了 它變相 它就不會看到裡面 變相 所以蛋白就開始氣了 這個就沒有那麼新鮮 另外就是氣室 我以前小時候很不明白 為什麼這隻蛋也是這樣煮 那隻蛋也是這樣煮 例如煮溫泉蛋 為什麼有些孔特別大呢? 你看到圖有一個叫氣室的位置 是的 孔原來越來越大的時候 即是蛋已經放了很久 越放得久 孔會越大 好 另外 怎樣保鮮的時候 我們就看溫度 因為原來放室溫一天 等於它老化了四天 比放在冷藍床櫃裡面 所以一定放在冰箱 但很多時候 我們的冰箱門 會有放雞蛋的位置 原來 都不是很建議放在那裡 因為雞蛋一震動 它的蛋白會快變稀 所以最好就是放在冰箱一個固定的地方 讓你不要開門關門 震到它的地方 濕度 最好保鮮一點 放在不透氣的盒裡會更好 還有 大家都可能聽過 原來的端 是朝上面 尖的放下面 令氣室不太容易去到破壞 所以這個大家都可以注意 今天講了這些之後 不如都問問大家 我都說明今天不是營養貨 這裡有五種不同的食物的蛋 大家喜歡1的Benedade 2的火腿鵪 你一定喜歡吃炒蛋 還是喜歡吃蛋糕 還是肉脂燒 現在這個時候 大家也可以投一下票 我也投一下票 我現在這一刻 是很想吃一些比較慈惡的食物 3 我發現香港很多人喜歡吃炒蛋 4都有蛋糕 2和4 我在一個 那個叫什麼 1和5 OK 可不可以找人跟我統計一下 有幾多個人 好像1是否比較偏多 2和4是同一間餐廳 不過好像倒了在荃灣 是很豐富的 所以 純粹看看大家的口味 我發現一都幾多人 Benedade 大家可以看看哪一間是最好吃的 可以告訴我們 我們去搜集一下 但是千萬不要想Benedade 很健康 說少許 就是煮法 是有很大的差別 我不要說卡路里 我只是說她用的油分 但是Benedade 因為她多了很多芝士 很多荷蘭醬 變成整件東西 她的熱量是非常高的 當然炒蛋 用多少油都不用忽視 最後一件事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這個糖心蛋 我們這裡有很多HP學員 還有我們經常說 糖心蛋的營養很豐富 也口感我自己是很喜歡吃的 怎樣可以零失敗煮糖心蛋 給大家看一段影片 請大家看看 所以我很鼓勵大家 有空在HP行的過程 千體的過程 又或者在營養上 給小朋友吃多些 都可以給糖心蛋 這樣呢 今天我們分享的蛋 都去到這裡差不多 5個1 5個1 3都好像有3個 最多人都是選1 OK 好了 我們看看 我們接下來 Empower 會有不同的節目 接下來 我們每星期一 禮拜三 都有運動工作坊 做一些肌肉鍛鍊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幫我們拿一個連結 另外就是 我們接下來 剛剛講了很多 簽體HP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都有一個 簽體增肌的工作坊 的線上膽介會 這個program 我們已經做了14期 說到無人 增肌減肥 都OK 大家一定增到 一定減到 跟八成 但重點是 我們真的不是計卡路 也不是要狂做運動 也都是吃人 飽著這樣行 已經行了48年的 一個體重管理計劃 說到 我有很多朋友 我們這麼多期的學員 也都透過這個 簽體增肌工作坊 我們教會大家 怎麼早5晚3餐的飲食配搭 讓大家的身體健康了下來 真的 你說除了身體的體型有改善之外 我覺得 譬如有些朋友 有三高問題有改善 糖尿的指數好了 血壓也可能不需要再吃 又或者 腎本身沒那麼好的 胃本身沒那麼好的 都可以得到調味 我覺得這個 真是一個可以 令我們改善一生的營養課 如果有興趣可以問我們 某一個資料 最後 剛才 今天的mini talk 或者是之前 我們有很多的mini talk 都陸續地 慢慢把它放回 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大家學 或者facebook 大家都可以重溫 如果 還沒like我們facebook的朋友 都可以去讚好 今天我們的課堂 分享大概來到這裡